我反而看到大陸有些網路行銷大師 他們採用的模式就是變成 用個案研究 就是每一次他有一些成果 或是他幫別人操作網路行銷 或是他做出一些成績 他就把這個當成是個個案研究 例如說 我怎麼樣子在三天內賺到三萬塊 他就把它錄製成個個案研究 然後就直接分享給他的讀者 這種都是很棒的啊 因為他這種東西一個月分享一個就很夠了 你的讀者就會看到說 哇這個人真厲害 就是他每次分享都會是分享一些個案研究 就是分享出他做出來的一些比較大的成就 比較大的成就 你常常累積你也不用累積很多 你累積個五六個 你馬上人家就覺得你已經是網路行銷高手 或是有時候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收入截圖啊